台水質的時候 並不是說和劍友間 不再重複了 然後ável ¡80韓斯! 暫別蓬о,海上游 咐逢太受民根游 新市北斗涉飆下 這個讀個錶字 好像我們做休科的時候 百度回一錶 夜氣返雅 很多不是讀個錶 讀個卓字 錶 新居北斗星嬌下 劍掛難 南宮月角頭 盜我最來 真過嘴 不知仇是怎生仇 相逢何時不相應 卻駕白雲 歸去憂 這個呂祖母的寶燦裏面 啟請文有劍掛難攻 月角頭類似的 另外第二 鄭劍客有兩首 第一首 髮頭滴血眼如環 吐氣雲生 勞世間 枕內不平 千萬事 雖明一缺蕩空滑 交龍斬柱翻滄海 暴虎隨時拔遠山 衛滅世情 兼賦義 劍剛 升染點行斑 沒有辦法 如果不是衛民除害 要除交龍和暴虎 都不會令到那把劍 染了血 染了血 血跡斑斑 有些腥氣 另外一個 雨雪飛飛 天已無 金鐘滿眩 虎焦彤 金鐘滿眩 虎焦彤是甚麼呢 享樂雨雪的日子 又近黃昏 拿著一杯暖酒 斧著一個用焦銅木剁成的琴 《詩任直上未移黑》 劍武延前 疾此風 何時行杯當午夜 忽然露目變騰空 不知誰是窺中校 攜過人頭入座中 前面看 是不是挺有雅慶 啊 碰緊金杯 尾酒 撫著一個古琴 弄著一個琴 然後 直上面還有人淫屍 劍 有人在延前 無劍 好像如飛 如姬一樣 哄啊 楚霸王開心 十年楚歌的時候 但是 喝喝一下 突然之間 登起露目 就 騰空飛上去 騰空上先 然後 不知道在哪裏 就帶回人頭 回到坐位 他那裏 咦 這麼過癮 是不是前面很長和 但是後面 突然之間 就什麼 無他 最緊要第七句 不知誰是窺中校 一有意到 就跳上去 然後 回頭回來 就拿著人頭 送走了 真的 早點出來了 早師 不要交得那麼亂 是不是 所以這裏 我又說回 同樣也是在陳英寧會長的遺卷裏面 他曾經說過 不過他講文國 他沒有 因為他 他是在文革裏面 他本來 預視自己 就好像現在無線那個 活到百二歲 本來他跟他的門人 跟他的徒弟說 他最少都百二歲 但是在文革的時候 就因為 講道教都很唏噓 很坑坑 那五個教裏面 最遲成立總會 即叫道教協會 就是道教 其他那四個教都先後由五三年 五四年 五六年成立 偏偏是我們跟天主教 天主教還要早我們一點 天主教就沒有辦法 因為天主教當時跟梵蒂岡談不定 談到現在都談不定 每次一說有人走的時候 就不知為什麼 一是八九年有事 一是零九年有事 一是一九年有事 大家心知肚明 大家心知肚明 八九年有事 九九年有事 零九年有事 一九年有事 那這些肯定是什麼 不知天意還是怎樣 總之 又或者 我都不怕說了 告訴我聽 那位老人家都已經歸了杜山 他也是 那時候在道教學院教我們的 王堯老師 他就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本身在民族大學裡面教 他很多學生就是西藏活佛 他那時候很豪情的 在道教學院跟我們說 你們去西藏 你找我可以了 我寫一個字條 你拿去那裡 他也有學生見到我的字條 幾乎去那裡去那裡 但是那時候又沒有想去西藏住 所以又錯過了 他本來都在我們道教都是想有一些作為 不過很可惜 始終是我們道教的條件問題 他最後給佛江山的聖雲請了 寫了很多黃耀老師 很好笑容的一個老師 很開心的一個老師 他說本來八九年已經談到達賴喇嘛回來 早幾年本來的靈童不再在中國大陸出現 接著最近又說不再會有靈童轉世 大家都看過報道 我沒有作的 所以這個又反問一下 如果這麼多人都說 為何你西藏就因為這樣 就將以前的東西全部改變了 不是 現在教頭自己改變自己的東西 他沒有靈童轉世 就是自己團代 他第十四座 就是這樣多了 為甚麼 因為他回不去 怎麼轉呢 一轉就落在你手中 所以我起初說 未必在你那裡 可能在瑞典 即是比諾貝爾和平獎的地方 可能在瑞典 可能在歐美 但想想不是 因為為甚麼 之前那十幾代 都不是在青海 就是在前葬 或者後葬這些地方 你突然之間說 不是的話 你那一堆都嘩然 你那一堆信堂 是吧 為甚麼 大家都知道 和平解放西藏 所以西藏當時是 當然了 解放軍是集結在四川 或者西藏的邊界 才可以用這個手段和平 但很可惜 結果最後又是著草走的 但如果你是憑當時 儘管 那個叫做兵力 都不是很強大的手 你猜解放軍用一些手段 做不做過這些流亡 著草的 這班僧侶 一定可以 但是 阿爺最好用的那兩句 對阿彪哥也是這樣用的 記得那兩句嗎 天要下雨 就糧要嫁人 阿媽翻頭嫁 你沒得難的 何況我天要下雨 正好 給你一條生口 免得做瓜 反而更多蘇州市 你整隊人可以去到印度 大家都知道 印度和我們砌過 砌到落花流水 還有 不要用阿賊 我沒有說過這句 阿爹 不是歧視 阿三哥好東西 阿三哥 一會兒會貼蘇聯 一會兒會貼美國 總之誰說去隊 他就去 所以最近大家又有些爭執 阿三哥的東西 阿三哥就拿著魚鑊至寶 但是很坦白說 所以現在阿風哥好 阿聰哥好 你暗就沒用 你用多幾年 人家覺得你沒什麼貨賣 你到時就狗都不如 為什麼 你去到那裡 一定要吃別人的糧 靠人鎮制 當然 我們很多用籌錢 很樂善勸私 不要緊 看你用得多久 你去到那裡 人家就要小丑地無理 對不對 什麼奇怪 話分轉頭 本來他可能在當時 大家都知道 前葬就是屬於達賴 後葬屬於班舌 但是那個影響力來說 一定是前葬達賴那個 是比較影響力大 大家都知道後葬 畢竟那些地方不是那麼富庶 還是什麼 那個就是班舌 兩個都是用一個抹佛轉世 用一個座藏的形式 因為英國人很關心我們這個地方 三四個世紀之前已經在旁邊集結住 所以為什麼 尼泊爾、不丹那些全部要給他做僱傭兵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就一早已經標示了他們 做他們的領 所以三哥都被他們統議了百多年 OK 他們偏偏看中什麼 就看中我們西藏這個地方 所以一路一路都是影響著達賴活佛身邊的 他那些謀臣或者那些皇親國戚 所以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達賴的英文那麼好 就佳恩那些參謀 全部都是英國人 響道的時候 上世紀三四十年來 已經是用最好的那些發佈機 或者那些通訊儀器 全部是英國人提供的 好了 因為他都自己數著 當年了 就要回來 談好條件 但是大家都知道八九發生過什麼事 現在一有這件事之後 大家反面 然後 還怕你會變心 做多個和平獎給你 有獎金 不少 那你還回去嗎 當然是數獎金 但是有獎金之後 胡張超說的 就沒有了獎品 對嗎 對嗎 就跟祖國越來越遠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逢親這些九字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跟我們建國的十周年紀念有關 所以通常都是龍鳳祖 不說 總之 現在就變了 它說它不再有靈頭 但是這個 不是你說不變就不變 對嗎 所以共產黨的武力武器 國家宗教局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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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弄了一個藏傳佛教 沒佛轉世的規則 通過 你說不轉就不轉 你都傻了 但它有一點好 的確是將一個地方的宗教 形成到什麼呢 成為國際的很多人 都順目 這個不能不談它的貢獻 你香港很多明星都順目 是吧 安算 好 好 一叉遠了這條艇 又回不來 好 好 另外有幾輯 欣葵琴劍夏煙羅 何行今早起站過 貌相本來猶至可 浸衣偏更效無多 先經已讀三千卷 古法層次十二科 舍小道工如不順 金皆寫手似汗摩 又是與琴和劍有關 顛倒華陽聚在三 騎龍御晚夏藍藍 微恩拍劍流聲殿 第三 鐵鏡攀金火滿空 碧談龍河直陽中 麒麟已合乾坤地 蟹艷機關日月東 三尺劍橫霜 雙水岸 五丁觀頂百神功 銀行鋪與伏居先佛 自住金蓮做化工 包括這個說 除了那把三尺劍 可以離開到橫霜水岸 那把三尺劍一放下 可以跨過兩岸之外 亦都形容到 他戴的是甚麼官 他穿的是甚麼服 所居住的地方是甚麼 或者是他所收的 是甚麼功法 隨緣信業任浮沉 此水如魂一片深 兩卷道經三尺劍 一條黎仗七弦琴 湖中有若逢人詩 覆內身詩遇客入 一著泳天千載壽 一軟單點一金金 所以呂祖師另外一個故事 經常說點石成金 三尺劍 琴劍走旗龍學虎 逍遙樂托永無憂 閒騎白綠遊三島 門家青牛看十洲 逼動達官明月上 青山高隱彩雲流 事人若要還如此 名利浮華即便憂 四美夜 琴劍走旗 下的旗 有此處 紫極宮中我自知 親我神劍劍橫飛 千叉玉子開南見 後顯青我入紫眉 九鼎黃雅七歲鳳 一驅鮮骨養靈之 從來不適凡人處 只怕愚人蝕世機 由回身方似出埃塵 造化功夫只在日 祖師看龍拋地網 豈知白虎出天真 綿綿有路誰留我 默默忘言致合神 激劍夜心歸甚處 披聲大月折其旅 由春盡閒閒過落花 一回無劍一於差 常憂白日光音速 每恨清天道路歇 本智不求名與利 原心只冒水兼行 世間萬種浮尋事 達你誰能持我家 這些又是講出 他自己的心意 不求名不求利 一為和解月夫丹 華夏諸侯肉眼看 仁義義如無悅義 世情難止太行難 好像泰山行山一樣 八線年後終神義 四海磨城照膽寒 兆子不平千萬萬 騎龍虎劍九重關 又是要將世間不平事 就要騎著龍 握著把劍照衝 別來落立陸東風 醉眼淫情容不容 霸陷乾坤金劍敲 攀煎日月玉露雄 仗搖楚顛三千里 學主秦煙幾萬重 衞報巡城仙子道 再報春蝦會溪封 又是講到金劍敲 曾戰痴幼欲坐前 綠龍高駕鎮鳴烈 如來車後徐金鼓 皇帝其旁大鐵觀 聚烈黑蘇三島暗 露秋雙劍十周寒 天緣世代橫行後 夕隱深雅久密蘭 好 不好意思 試試看 我可能看細緻 要流眼水 好 好 好了 詩句都變參同 來朝定赴逢來會 騎過僧靈 九色龍 另外又有 神仙霧入黃金訣 帳上門關白玉京 可是洞中無好景 慰念天下有眾生 深琴祭會閒隨學 俠劍士莫代斬琴 進退兩營 驅眉應 憑君與我指前程 這個又是講祖師 他目的是什麼呢 又是掃盡天下不平時 為民除害 提泉舟道士 蔣徽的逼 醉武高歌 海上山 天飄成路 結金丹 夜深學透秋江逼 萬里西風 一劍寒 另外一個談舟學會 這個學會是什麼呢 一般指有些人在一個道觀裏面 要報師 就好像齋僧 我們道教叫做學會 為什麼呢 因為將道士比喻學類 所以有些貴人 皇帝 或者是大公得主 他要共道的話 那些叫做學會 往往祖師共爭的時候 又來搞和尚 學會的時候又來搞道士 又是專門搞局 但是他搞局也是有原因的 在這個談舟學會 他就淫了首詩 《者回相見不無緣》 《滿圓風光小動天》 《一劍當空又飛去》 《洞庭驚喜老龍年》 即是說幾厲害 他一騎著一把劍的話 嚇到洞庭湖 嚇到洞庭湖 也會躺在那條腦袋 《紹興道會》 《學會或道會》都是這些 偶誠清帝出逢來 劍擊曾榮騙狗該 我在目前人不識 遺留一粒莫沉蠻 就說去到《紹興》這個地方 就參加別人的共道 他厲害到什麼呢 將自己帶著草粒 沒有釘、沒有勾 掛在那裡 竟然可以撐起草粒 然後就寫了這首詩 為什麼呢 那些人又不知道她是呂草 所以他說 我在目前人不識 遺留一粒莫沉埋 鄭劍克 五手 先生 先生 貌靈 拔劍當空 風氣雲錯 連喝三回急急去 嚴然空裡人頭落 喝三次而已 熟一聲 砍了人頭落來了 劍起星賓萬里珠 風裡時俗雨聲粗 人頭攜著非人在 何時高任過五湖 粗眉 卓樹雨如淚 民雪不平便放杯 仗劍當空千里去 一間別我二間回 就像剛才那樣 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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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見 哪裏有些不平事 不忠不孝的 熟一聲 仗劍當空千里去 仗劍當空千里去 一間別去 二間就回來了 回來有手信 拿著銀頭了 先生 先生莫外求 道要人傳 劍要修 今日相逢江海叛 一杯穿酒 勸君憂 旁眉 斗樹 惡精神 萬里騰空 一躍身 背上俠中 三尺劍 為天 且是 不平人 這就是他的五首劍客的詩 又有七言絕句 閃爵虎神 虎龍 神劍飛 好憑身是莫相為 全時需在乾坤力 辨透三清入紫尾 天下都有 半日功 不須誇逢乘成龍 某恩 薄氣 飛神劍 吹卻中南 第一封 就這樣擲把劍出來 就將中南山第一個封 都可以削低它 東山東半忽相逢 握手丁令與此中 劍術已成 君把去 有膠龍處斬膠龍 即是說 學了就不要浪費了 總之哪裏有作惡的 就去哪裏除妖 朝飯倉 吳無卻還 洞中 日月我為天 俠中 寶劍時時敲 不如同人 世不全 開頭的時候已經介紹了這首 提奉祥虎 天慶貫 得到年來 白白秋 不曾飛劍取人頭 玉王未有天父之 且貨烏金運勢留 即是他要聽命 這裏講他未殺過人 用要收到玉王的扶命 不然他才做 所以還要留在這裏 在俗世 又或者劍或此詩於襄陽雪中 賢山一夜玉龍寒 鳳藍千雪梨花老 襄陽城裡無人知 沒人知 襄陽城外江山好 這個不是講劍 是拿一把劍寫了壽司 在雪上 都是跟劍有關 另外 就講到 《呂祖寶告》 《呂祖傳書》第32卷 《自盜經胚展》 凡上帝諸天真宰烈獸 涵有告 劃術功行 這個解釋什麼叫寶告 劃術他的功行 即是他的功德 功績 他的行為 劃清怨力 他有什麼怨 劃聚生平出處 使人眾之 孝然之所有來 而生敬慕之心 亦如帝天明明 刻刻臨知在上 妄敢欺餘涉悅 思所為上帝臨予 物易以心者入 為佛菩薩經無告 大家留意 道教的神明才有普告 佛教沒有的 所以他說為佛菩薩經無告 貴世認真 於法事科而 巨經作告 也已歸依順順之詞 至於呂祖諸告 則皆龍沙遣跡 大家知道什麼叫龍沙遣跡嗎 扶基 非聯自演 這個非聯自演 又是另一個 剛才的龍沙遣跡 可能有人握著柳枝 這個非聯是什麼呢 我看過在一個庭院裡 有一個庭 庭上高 製造一隻亂鳥 亂鳥 亂鳥 好像縫一樣 亂鳥 然後咀掉下來 製一支筆 下面鋪張紙 旁邊有個鐘 然後把庭院 全平去所有的責任 然後等神明 叫降亂 或者叫飛亂 因為那隻亂鳥好像作飛了 他說一聽見鐘響 就開門進去收貨 為什麼 他一聽鐘響之後 那張字自然是有降亂的亂語 所以這個就叫飛亂字業 有兩個 龍沙演跡就是講符那個 另外飛亂那個就掉下來 這個我在哪裡看到呢 就是在清代嘉慶年間黑的那本 《恩執文》裡面 就講四川子童 他們就是請文昌帝軍 飛亂降命 就用這個方法 就有個庭院裡面有個艇 那個艇 上高就掉了一隻飛亂鳥 那個鳥的鳥的嘴 就掉了一條繩 下面有一支筆 但那支筆就離了那張紙 不是說碰著那張紙 旁邊有個鐘 他很奇怪 他說總之文昌帝軍下了 那鐘就自己響了 於是那些人就開了那個鐘 就進去拿回那個非聯名 沒有人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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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說 他有沒有說 那支筆呢 有沒有點脈 他有沒有說 我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給了那個 木刻的圖你看 真的有說這個 所以我曾經在另外一些地方 我又把這個圖說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以為非聯 仍然是拿著那支筆 當然了 有些是一個 有些是三才 有些是兩個 拿著兩個不同 各有各就是什麼 凡所其所求 妄忽黑誰 更有重詞記久 降臣現上 意思是 如果是女祖師的報告 你誠心的話 重詞得久 都有機會見到祖師 所以他說 更有重詞記久 降臣現上 明示道耀 祖師親現你面前 說給你聽 正果先恩者 殉道誓之慈行入 這個就是讚女祖師 世人久能尊心致志 誠敬忽懈 則感應道交 自我不可思義功德 其福讓哉 其餘是矣 二零無我子 樓體書 這個樓體書 就是三十二卷那個 雷祖傳書 由他編 他在三十二卷裏面 雷祖師的一堆報告裏面 特意有個敬罪 其中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看到一幅 《咸豐年》寫的一個 當然了 他這個女祖寶庫就不同 我們現在 由三曹啟教 寶號最後 不是多一堆東西 這個就是 純陽染症 警法夫有帝君 涉緣戰運 輕行妙道天主 好了 提到劍 剛才開頭的時候 已經說了 就是什麼呢 寶劍江藤 素人間之妖怪 就是剛才說的 斬瓶 斬交龍 或者斬北平 就這個了 有說是咸豐 新海蓮 總管過了時間 我也說了這兩項 好嗎 好 好像啟請眾 這個就是《慈寒寶簪》 這個《慈寶寶簪》 在另外裏祖傳書六十四卷裏面 三十二卷是那個叫做雪真簪 就沒有這個慈寶簪 它裏面就有了 背傾北海天崖際 劍架蘭山 月角頭 剛才我不是讀過一下 另外這個 劍沛陷尼三尺寶 單養乾坤一檢精 這些 就是慈寶寶簪裏面 在六十四卷裏祖傳書裏面就有了 這個就是 剛才我都說了 什麼咸向 咸向方湖城白 陸慶內 咸谷岔青牛 這個呢 又看回慈寶寶簪裏面 打斜的有一個 火龍頓劍 見不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治心潮禮》 那個簪法裏面 同樣是二十一句一組 大家看到《廬山碎劍》 我不是說了這些故事嗎 另一個叫《直奏先陰》 就是剛才那個《等下療器》 也就是這裡 過了少許時間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就我今次這個 或者是喜不喜歡用這個形式去解《類祖傳書》 還是用《類祖傳書》 選幾篇文章慢慢解 好啊 還是用這個方式會好些 好的 多謝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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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第一堂,你可以參考我第一堂 我第一堂也有將那個女祖傳書 或者是由清代一路一路 那個女祖信仰所收集 關於女祖的一些詩句、文集、報告那些 或者那些參科 最早我們見到,現在我們看到樓體樹 這個湖北江夏的三十二卷 但是講三十二卷的 有些後面多一卷叫寧寶不法 三十三卷 然後去到後來的渡江年間 就有一個六十四卷 除了女祖傳書三十二卷、六十四卷之內 還有一個叫女祖回澤 另一個叫女祖傳書正宗 有一個叫女祖傳書宗正 起碼我們看到,由清代到這裡 最少有五個類似的版本 但這個版本裡面 後面那四個很多是因應三十二卷裡面 有將一些拿下來,另外再加一些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看回我第一講 就將三十二卷、六十四卷、十七卷等 我都講過 好嗎? 這裡我就這麼簡單答你了 好嗎? 相請教業老師 一般人說牛都會用青牛來演示 是甚麼意思? 一個,八六配青牛,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這樣看法 既然是紫棄東來 青,特別於我們傳真 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為何我們說我們復青,就是我們到浦? 當然現在不是青,是藍 那藍就沒辦法 因為可能青不夠… 或者青太過顏色 不耐,或者不耐看,或者不得樸素 所以就用藍 因為這個青就屬甚麼呢? 一,在五行裏面,就屬於木 方向來説就是東 所以為何說青牛呢? 我想主要寓意就是這個 特別是另外在那個造詩 一個配對好的話 這個就是白綠,就要配青牛 你的顏色配這個顏色 所以我就覺得,另一個是甚麼呢? 可能寓意在甚麼呢? 這個木,這個是金 這個是東,這個是西 所以用這個青牛 好嗎?我就這樣回答 沒問題,就多謝大家了 下個月… 弄在這裡 然後看著我 有沒有白掌 甚至李 他還在ised 驚喜 我們 by bwd6